今天是想书写的奥秘 然后我可以跟你讲科普 主要是科普今天不是教你上课 科普然后加上一些演示 我会跟你演示什么这么话 书写特别新的新人新朋友 你们这个就马上可以拍张照 因为我我定期会做讲座 特别今年开始我会每个月做讲座 然后这是我之前一些讲座一些 一些一些什么 一些sample吧 就是tidal或者说 然后这些东西我都放在网站 我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上很多有回放的 也有包括YouTube 有油管里面也放的 所以你们可以拍张照 你可以按照这个地方去 去找到我的网站好吧 你先去 那今天内容是这样 就内容几乎一小时 我就控制一小时左右 但后面的后面加场就无所谓了 加上完没有时间 我有时间 我们后面聊天的没关系 那今天主要是讲科普是书写 今天是讲书写啊 然后今天还包括一些 就书写什么大坑 真的有坑哦 你们当心一点 那书写怎么学 可能学吗 你作为小白 你说能学书写吗 我不知道 我现在今天会告诉你 那今天会书写Demo Demo的话 就是我会演示给你看 我会把那个双相机打开 然后让你看我怎么画的 好吗 然后后面还QA 那今天一个 今天正好 今天是今天3月的底部了 就是我们下面是春季嘛 春季那部有碰到一些大事 这个事情10年前 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件大事 因为我是第一次首次上了杂志封面 这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是中年纪念 然后我会放一些那个 放一些coupons 就是说做一做感谢吧 因为真是一个大 也对我来说真是一个大事情 今天讲述的目标 目的是少忙 今天不是上课 因为我没法教你一小时上书写 觉得不可能的事情 Don't even think about it 但之前是今天是科普 告诉你书写是什么回事 很多有大量信息 很多干货 你只要听就行的 你只要说到耳朵听就行的 当然有问题可以问到时候 我是提供很多信息 旁边这个是我之前一本书 大概23年 我我出不好几本书这是其中一本书啊 就是Zen of Fig Journeal Scanning 都是这里面有200张书写 200张我当时每天画书写 就放了200张能够放在搞了一本电子 这是电子书在在 在Apple上卖的后来 后来用我 我已经离开Apple的那个那个那个网站了 所以这个书估计已经下架了 我先给你们小福利 先来开卫菜好吗 我们先不讲废话 先来开卫菜 先给你拿个三分钟 三分钟那个demo 因为我这个左边是 左边这个图是三分钟一张的 所以我去拿个三分钟 这是在 这是美院 这是两个 这是那个真的模特 不是照片 是真的模特 但今天我是没法真的模特 我只能用照片 希望大家理解好吗 我今天只能照片 那我找一张很类似的照片 我来画一下 画个三分钟 那你也感觉一下 就是我感受一下 我如果我上课的话 是什么 你看到是什么情况 用网课吗 大家能看到吗 我的桌面 这是一张照片 这个照片跟刚才那个非常靠近 因为这是一个难模 这个难模 我杂志上撕下来了 一个难模 OK 我就准备用这个 然后一般 一般的说起 我会一个时钟 因为我说三分钟就三分钟 不会说三分零秒 我一个时钟就放旁边了 所以你如果看我油管的话 你就会发现我一个时钟 我放在什么地方比较好 看得清楚一点 我说三分钟就三分钟就停止 好吗 就是这是我 我这是我队长非常严格的 都能看到吗 这个 OK 我就准备开始了 停止 停止 太好了 pada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因为我平时画大纸比较多 画的小纸就是很容易画偏大 我平时画的习惯画大纸 纸都比较小 现在一分多钟 现在还时间来得及 我基本已经差不多了 当然我可以再耗时间了 没关系继续往下走 打点阴影 比如说因为时间多 可以打点阴影的 放慢一点 两层 虽然没必要再往下走 两分多一点 三分钟的话我就可以 刚才那个是几乎三年前画的 所以可能速度又提高了 现在速度又提高了 别这么说 当然看到 这个三分钟 快速的一个演示 如果你从来没画过数据的话 你不知道三分钟多快或多慢 你有机会你试一下 特别我们学过画的 你试一下三分钟试试看 你三分钟能画多少东西 这非常有意思 这个图比如说你 你类似的图你找一张去画一下 三分钟试试看 你三分钟能画多少 或者能不能把一个一段图画出来 好吧 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小测试 另外 那我现在在书师书写开始 开始科普 什么数据 所以其实就是它是记录一些information 就这么一点 就是数据 当然做它是形状数据 做形状数据 那它早期的功能的话 等于说自己数据 相当相机功能 就是我画家出门了 我看到一个好看的东西 或者看到一个什么东西 我们在收集素材 就把它画出来 不管是人物还是景物 还是什么 反正没关系都可以画 但一般是画人物比较多一点 或景物的话 相对来说少一点 人物比较多一点 所以人看到文艺复兴的时候 就我这边放了两张文艺复兴的时候 这个是上面是那个米克兰基罗 那个那个手臂 那下面是个达芬奇的一个小孩 就这跟他们以后的作品是差好多 以后作品油画作品 或者雕塑作品是非常精致的 但是呢这个时候 书写的话就非常不精致 非常草的 因为这英文叫Quick Sketch Sketch本来就草图的意思 所以它都整个草图还快一点 你想象一下是不是就很 就很那个就是非常草的 所以你能看到书写的话 就不是很正经的 它是非常不正规的 就非常不正式的 应该说非常不正式的一种形式 就说就嘲嘲话一下 就是这个意思了吗 那今天来说呢 书写已经比较正 就相当于书写一种是什么 相当于也是一个独立的一个画种 他也比如说你可以把书写 作为展览都没问题 以前不是 以前的话只是一个背后的一个 preparation 飞雪就是这个事先准备工作而已 并不是一个画种 今天来说是画种的 然后今天还有一个呢 就今天我们也相机的 所以画家也不需要再出去再去画 拼命画书写 因为我们相机更快对吧 所以今天这个功能被相机给代替的 但是呢 书写能难存在 因为在美院的话 他还是做一个专业训练的 就是专业训练 一般来说是 一般来说美院是在画室里面训练 而且基本是画能为主 那不会不会画风景 风景意识不大 因为风景太简单了 一般不会去画风景 所以画能为主 所以我这边画了一个 放了一个我的 我画了一个书写 两分钟能体 刚才我画的是 也分两分钟左右对吧 你看这是我美院 这个美院里面 这个画室里画的一个女的 所以她手放在前面 那个姿色挺动态的 然后的话这右边 这右下 左下角不是右下角 左下角呢是我画的风景 所以风景是比较简单 我在这 我上面看一下 这是我写信本 拿出来的 我在Cartolina Island 就是我们这 加州这边一个小岛 到岛上去旅游的时候呢 然后住在那边休息 然后就 因为我是随身带上书写本的 所以看到休息的话 就拿上一个本子 对不对 前面一栋房子 不是一栋 好几栋房子 还有个哈啤馆什么 我就慢慢画 这个没有什么时间 现在就随便画吧 就是消遣 所以书写的话 美院内部要做一个培训 美院外部的话 就最消遣 生活里面就消遣了 就是随便画 你想画啥就画啥 你感兴趣画啥就画 就是非常非常cash的 一个东西 但我今天主要 还是讲美院训练 因为这个是画风景的话 因为比较简单 所以这方面 我就基本不谈了 主要画能 能这边还要讲 那再看一下书写特点 看什么特点 特点是比较明显 首先是书写很浪漫 很快很浪漫 不像是画油画 比如画什么东西 画几个小时 书写绝对不会这样 就非常非常快 对我来说 都是用分钟来算 就几分钟几分钟就够了 所以特别浪漫 特别快 但是书写绝对不是 不是简单技巧 因为有人看 你不是几个就画 那我也能画 没有那么简单 书写绝对是 绝对是画画里面战斗机 是最前沿的 不是最后 也不是最简单的 绝对不是初学 都想 因为有的初学 老师我要学书写 我说你学过画吗 没有学过 我想这是入门 书写绝不是入门的 好吗 书写不是入门的 书写想到微积分 你不能一上来 就学微积分 你小学书 小学书写先学习 好吗 所以它不是入门技巧 绝对不是入门技巧 它的特点是很快 但比较吵 比较吵 所以这样的话 它里面不可避免 会有些错误 就是你发现 书写里面有错误 是很正常的 你不能又很挑剔 你这么画错了 人家是书写一样 就那么几分钟时间 做错误太 就像你做演说 我现在教你 做个两分钟演讲 现场的 你讲出来 肯定会有句话 你不可能像定下的文章 那么写那么精致 不可能的事情 书写的话应该 大家看得到 我这边给你看一个 带另外一个画家画的 你看到这个画家吧 这是个有名画家 不是随便一个人 他一本书的 书写书 我特别崇拜当时 你看他画的书写 他这个画 我猜测 估计一两分钟的 不会超过三分钟 肯定是 一两分钟 就他画的这样 问题一大堆 很正常的 问题很正常 那么一般的 书写不画五官 你没有时间画五官 我还画五官 因为我时间比较多 我时间比较多的 因为我等一下 我知道 为什么我时间会比较多 这是我 这幅是我 以前画的 这是一个 我看下面写 是两分钟的 我在Sony online画的 就是我当时一个 Sony索尼 一个游戏公司 我以前在索尼工作过 然后这是另外一家 他请我去做 做presentation 然后就去做讲座 然后去当场 当场演讲的时候 就是叫demo的 这是做两分钟的 两分钟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就脸部也基本不画 就基本不画 脸部又没有时间 那这边我给你讲一下 中美区别来了 在美国的话 我这边写了 在美国我们画能够 书写是定义为一到五分钟 一般是五分钟之内 叫书写 用一个数字 就quick quick sketch quick 所以美国是五分钟为戒 在中国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中国我total shock 你看这中国 我一根贴上 中国美院的一个考试 你看这是书写考试 视频 看到没有下面 时间30分钟 Oh my God 30分钟 6倍有美国的时间 6倍不是66倍 那你看他是照片 但你可以解释 他是给你照片 不是给你真人 所以花两个小时都没问题 我们是画真人 美国这边都基本是画真人 那边是画照片 所以这huge difference ok你能看这difference来 然后呢 我说说我风机不管 那你可能问 就是为什么会有 会有什么区别呢 就是说这边有 有一个名词 用quick就sketch 所以一个sketch sketch这个字啊 据说本来就是草图的意思 但是他也包括什么 树苗铅笔画 也就是用铅笔去打到草稿的意思 就是所以他一般是没有时间要求的 叫做quick以后呢 应该有时间要求的 那为什么五分钟呢 五分钟哪来 为什么因为你想 我画慢一点不行吗 干嘛有五分钟限制 不是这五分钟挺累的呀 五分钟是因为 因为模特啊 因为我们在美国主要是画了真的模特 模特画一个姿色 他画一个姿色 他不能耗长于五分钟 你可能想象不到 因为你没做过模特 你不知道 五分钟是非常难的 你不想你可以做个试验 你把手放在架在那边 别动 放五分钟你试试看 你保证撑不住 没有一般训练撑不住的 尽管就五分钟 听起来很短 你两分钟可能就撑不住了 比如说五分钟了 所以模特把这个姿色放到五分钟 是非常难的一件事 尽管我的模特 基本都是那种舞蹈演员 都是美国模特 基本都是舞蹈演员 不像中国模特 中国模特 基本是菜长大妈 大爷大妈 下午的下午 早上卖菜 下午去挣快钱 跑到十三美元去 然后下午去住在那边 然后没有什么姿色 就住在那边 一动不动 就那种 他没有这个姿色 在美国是有姿色 就你的手要动起来 你手不动的模特 马上没有人顾你 没有人顾你 如果你试试看 如果你就做个lazy模特 我碰到过一次 一个印度人 非常lazy 没有第二次 我过了一次 没有第二次 稍微我不想再用 想都不用想 OK 就在美国是竞争 也是模特 也是竞争机制 所以一般是 一到五分钟是正常 所以在美元里面 我都训了一到五分钟 所以我这边有 我记得好 我这边以前的书里面 写了 这个一分钟的 看到吧 左边这个左边 是一分钟的 线条很简单 你能看到个姿色吗 一个一个人 很明显 就是很动态的姿色 然后这是两分钟的 最右边是二十分钟 我叫long pause 就不是书写的 好吗 这就是long 就是之为长 所以他这个 很震惊的住在那边 手不能长 肯定不会张开的 张不开的 因为他不可能 做那个 所以一到五分钟 是比较 六到五分钟 比较正常 但是呢 有的时候 我们也会 我叫它风子 为什么 你看一下 我是下面这个 这是在美元内部 做的意思 quick painting 我是painting 用颜色化的 用柄系颜料化的 30秒 30秒 每幅30秒 30秒 就是你看一眼 没有第二眼 你看一个模特就没有第二眼 我手上马上就动了 我两只手同时化了 两只手同时化 这是风子 这叫风子 所以我这就做过一两次 30秒 30秒太快了 已经风 这绝对是风了 好吗 这是一分钟 你看到30秒 一分钟的区别吗 就是一分钟的话 也是就是画动态 就是这个制作很动态的 就是我们看一个制作就看到 它是梳洗还是不是梳洗 因为如果一个制作是躺着的 基本不是梳洗 这开玩笑 谁跟你躺啊 模特躺着模特 就是我们这么容易就不会用的 所以你从 从制作上去看出来 就是这个 这个是不是梳洗 所以这挺有意思的 所以这也是 梳洗里面可以看出 到底是梳洗还是不是梳洗 从那制作 这边有个大坑啊 什么坑呢 就是你看一下国内书洗 看一下右边这个图 上面写的很清楚 30分钟看到吗 这就是中国美院的那种就考题 就解答吧 就他们就希望你看 就画出这样的意思 30分钟 各种细节都画出来 精进就非常精致的性质 就是你看头发啊 什么东西 衣服皱纹啊 全画出来 这是中国的书写 但在美国这不叫书写 这就是写生啊 或者是树苗啊 这哪叫书写 跟树子没什么关系 没有没有关系 这个数字没关系 再看这个右 这个左下表 左下脚油画 你说这个油画五分钟 绝对不是五分钟 可能是半小时 也许是45分钟 但这当然半小时也属于快的 所以在中国也叫书写 所以所以中国呢 听一个很大的误区 就是说只要画人啊 他都叫书写 你看这左上脚 这左上脚这个人很有名 这是中央美院的教授 他这个图的话 绝对是一两个小时的工作 他也叫书写 所以在中国这个国内来说 他所谓只要是 如果你看小红书 你只要看到人 他都叫书写 完全是滥用的 那为什么 为什么人家这么喜欢 用书写这个字呢 因为书写是能见能爱的 就像小姐 小姐美女一样的 比如你以前 我们刚开始听到 美女是不是很高兴 不管你是 但你以后用乱就不高兴 因为人家现在 就一个形象 就是不管只要是女的 不管是年纪 什么好看不好看 都叫美女 那就用乱了 就没意思 其实这个书写一样 被国内一般用乱 就只要画人 他都叫书写 他其实不是书写 所以我就 我希望大家理解 就是你上 如果你国内看 网上看 一定要当心 这是一个大坑 好吗 跟书写没有关系 他说书写的话 只是画人而已 他跟书写没有关系 甚至 所以你要 你要去 就要去观察 他到底是不是书写 不是说 他叫书写 就是书写 这是个大坑 好吗 那你再看一下 我国内去查一下 零技术书写 这个keywords oh my god 一大堆零技术书写 对于我来说 你跟我说零技术书写 你看 你说跟我说零技术微积分 你能学吗 跟你跟你儿子说 小学儿子说 我们来跟我零技术微积分吧 能学吗 你儿子是零技术 学数学 我跟你说零技术 零技术微积分 你肯定是想搞 因为不可能 学零技术微积分的 所以这次 就是这次 就是这个误区 所以我前段时间 所以我写了一篇文章 我不知道你没读过 这文章阅读量还蛮多的 大概千万能读了一些人 就我就说 不要把书写当小学 是好吗 因为这次有的 就国内 特别国内 有这个有这个倾向 什么都叫书写 所以我就看到 有点看不惯了 因为跟书写没有关系 因为就说 你需要科普一下 因为不然的话 你别上了当都不知道 因为他根本不书写 因为是鉴别的 鉴别其实挺简单的 当一个东西 是不是书写的话 是不是书写的话 看时间 因为时间才决定一切 不是说看 不是说看能物 不是说看能就画 能就要书写 能不是书写 能就能啊 你可以画油 画什么都行 但是时间是定的 那一般来说 你说我怎么知道 对方花了几分钟时间 很简单 他也没把时钟放旁边 就像我刚才 跟时钟放旁边 不会作弊的 时钟放旁边 比如我这边 我在油管上 放了不少书写 你如果有机会看油管 我的油管 比如说一分钟的 三分钟的 五分钟的 你打开看 我旁边都有个钟 放个钟在旁边 如果有人 他放的时候 就说没有放时间的话 我就让他耍流氓 seriously 让他等我先顺便讲一下 就一般来说 如果你看到一个人 画胡子啊 眉毛啊 衣服皱纹啊 基本不是书写 因为书写 不要画这个东西 不根本不 不这么画的 你看到前面 我们画的话 你可以看到 就国内就画这么多皱纹 这不是书写 这是素描呀 书写不这么画的 一般来说没有皱纹的 没有这么 胡子什么的 头发 一根压根不重要 我们感兴趣 的是那个大框架 大的形状 或者大的姿势 不是说我画的 他以衣服的皱纹 但现在再给那个 来个主菜单好吧 我现在我们 我今天是交互手 就我们先聊几项 然后再给你再画一个 好吗 现在我再画一个五分钟的 一般来说 苏写他不会画阴影 但对我来说 我完全可以画阴影 我的时间足够 你等一下会说 为什么我时间比你看会多 我的时间可以做多好多 这个照片 是我在画苏写的时候 这模特给我拍的 这模特 然后呢 我一般是这样 这个这个纸是大纸 这个你看这个纸吗 看上去很小 对吧 它是18乘24的 就是说A4纸 四张纸上 四张A4纸 然后一般来说呢 一个一个一个画面 就一个一个板纸的话 我是花20分钟 为什么20分钟 用模特每20分钟 休息一次 就而是模特 那20分钟怎么分配呢 它是这样的 如果是一分钟的post 就一分钟之后 他会做20个 连做20个 如果是两分钟的话 他连做10个 如果是五分钟的话 连做4个 所以这是五分钟的 一看就知道五分钟的 好吗 这五分钟放四个post 然后上面我都 我上面都一般都写字的 几月几号 几分钟 然后呢 模特名字 我全都累靠 我做 多一多 多一多记录 我现在都是保存的 所以以后都做文物嘛 所以都记录下 所以这是我的五分钟 你看到吗 我都打阴影的 形状阴影全有的 就是五分钟 然后模特 美国很开放 因为模特拍完以后 他马上会上 他到Facebook上去 他不care自己裸体的 因为一般人体都裸体 他不care 拍完以后马上上天 因为这是专业模特 这都是吃这碗饭的 所以挺有趣的 我们中国人做不到 我们中国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 那现在我都五分钟会 我找了一个 也是杂志上的 就是一个 当穿衣的 我看 跟你玩一个五分钟的 然后我去 我这边画了 有阴影的 就是不是说 只是画一个 画一个那个什么形状 那你们见识一下阴影 可以做到 并不是五分钟的话 完整可以打阴影的 如果有方法 正对的话 这探表 这是 然后这是 钟表放旁边 我们还是老样子 那五分钟对我来说 可以可以稍微 稍微relax一点 因为五分钟 我在蛮紧张的会 start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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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oden convinced ',转发 转发 转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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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